带了团队 这里写你跟小伙伴们做了科技公司 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有八个人 八个人都做过一些什么项目 烟台是边防派出所 它要做的一个信心化的平台 我们三个人连续三天三夜的时间 没有合过眼 完整的完成以后 我对我们的团队非常的有信心 我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 那你干嘛还离开他们 因为继续创业 因为这个事情 大家也知道 当一个趋势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了红海 而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是在红海中 雪海中进行挣扎 所以我们需要探索新的道路 去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警政 这些道理不要跟我们讲 因为我必须要强调 在我们心目中 你是北京大学的硕士 我希望听到是你更多的去总结 你通过这些轨迹 你发现了什么样的机会 而不是告诉我们大道理 我们应该去探索另外一条道 我们是想做一些事情 就是当你可能有点大 就是当你老了的时候 你说的东西一直都很大 这讲得很大了 刚才这个问题太大了 你发现没有 耿景政说话 他有一个特点 第一 他说话一定是有很多的形容词 第二 他总是能够上升到很高的高度 我们不要讲那么大的东西 我们问两个实在话 耿景政 我问你两个封闭性的问题 非常准确 你给我两个封闭性的问题 只要说是或不是 或者是有或者没有就行了 我刚才一直在研究你做的这个振兴会 第一 你更新很勤 每天都在更新 第一 是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是原创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不是 不是 好 第二个问题 就在这个里头有一篇 是送书 就是书籍的电子版免费送 这里有十几本热门书 包括三体 包括失控 这里头甚至包括有 小灰的出版社出的书籍 那有获取授权吗 如果您完整地读了这篇文章的话 您知道在最后有一个免责 我这忍了半天了 这句话 这个是在逃避责任 我忍了半天了 因为这些 我准备第一轮就灭你 原因就在这 你觉得那个免责就能免责吗 因为这些东西是搜集自互联网 我不产生商业 我就想问你 从自己心里 你认为因为写了那个东西 你就能免责吗 你告诉我实话 是这样 您要考虑到我的初衷 我不是用它来获利 你告诉我 你心里想的是免责 还是不是免责 只是一个托词 你给我说实话 因为电子书是我从互联网渠道 我不管你从哪个渠道取得的 你有没有得过授权 你有没有过版权人的授权 是这样 如果我能联系到作者 我会向他们申请授权 OK 你不用解释了 非常容易联系到作者的 之所以在台上我很激动 的原因就是我在给你一个机会解释 或者我给你一个机会 去表述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的时候 其实它的反应是 用各种方式来掩盖这个行为 力图把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正当的事情 或者说让人可以理解的事情 这是原则实义 您能听我 您知道这个公众号产生的缘由吗 就是我在朋友圈里面进行分享 无论如何 它是个公众号 还要说还要说什么呢 这样 它可以传播的 您听我您听我说完 就是我在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盗版就是盗版 盗歉一下就已经过去了 这件事情 老师试图解释干嘛呢 这件事情 对是我那个 社会经历也不足 这一方面也没有考虑的周全 我向您那个盗歉 盗歉的讲是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在这个场合 你会说出这番的话 的确你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为了做这些东西 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很感谢你去传播这些知识和 宣传这些图书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去购买正版 好 谢谢小辉 来 谢谢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你